大家好,我是别远又来了 今天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 就是我们这边过台办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聊到台湾名嘴 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这些事 表示很愤怒 说是要严惩这些造谣抹黑大陆的 所以台湾名嘴 我看了一下那个名单 什么黄世聪,李正浩,刘宝杰等等 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没听说过 估计在台湾那边比较出名 大陆是真没听说过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过于认真 过于严肃了 怎么说呢 现在是一个全民网红的时代 谁都能在网上注册一个账号 开个频道在那瞎说八道 比如说我 我就是经常在那瞎说 真没开玩笑 在网上靠流量吃饭 语不惊人死不休 观众也都是看个热闹 没人当真 不会真有人看我的频道 觉得学到了什么东西 如果有那一定是你的幻觉 我就以网络乞讨的 各位看个乐就行了 看个热闹就行了 就跟台湾名嘴说 大楼人吃不起茶叶蛋一样 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过这句话 以我的观察 我身边认识的几乎所有人 听到这句话都是扑视一笑 没有人会真的生气 有的根本就不在乎 生气的都是在网上 现实中没有 是吧 谁闲着没事 千里之外一个人又没指名又没道姓 说了那么一句话 你就活不了了 不可能的 这时候人还只有网络上才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台办 是不是过于为民着想了 其实我们真没事 你们没必要大动干戈 当然了也有可能 我是从我自己的个人角度出发 我觉得没关系 如果上升到这个政治层面 那就未必了 是吧 政治是一个很专业的学科 我们一般人都搞不懂 我也不懂 不过我觉得有几句话 国台办说的很对 就是那些台湾民嘴 是吧 他们的错误言论 确实会蒙蔽部分台湾民众 导致我们互相不了解 不理解 是吧 以至于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 你看网上吵架的 是吧 这边说你吃不起茶叶蛋 那边说你用爱发电 是吧 这样吵来吵去 确实很伤害感情 要是听不懂也行 你看我们虽然恨日本人 但是因为语言不通 没办法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很少去跟日本人吵架 台湾就不一样了 我用的是语言是一样的 很容易一句话 是吧 吵得不可开交 不过一个巴掌也拍不响 台湾那边有故意抹黑造谣的 我们大陆这边也有 我就不举例子了 所以我这次是举双手支持国台办 一定要严惩这些在网上故意抹黑造谣 伤害了两岸人民感情的坏分子 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都应该严惩 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 积极向上的两岸的一个交流环境 下面我就以自身举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大陆人是不是真的吃不起茶叶蛋 是吧 真理越变越明 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 让台湾人民了解真相 让我们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我们先说茶叶蛋这个事 我不知道在台湾那边的茶叶蛋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茶叶蛋做法很简单 就是在卤鸡蛋的时候加点茶叶 用的是很普通的鸡蛋 茶叶也很普通 我们这边的鸡蛋价格我现在说一下 我昨天晚上上街拿快递 还买了点鸡蛋 我们这里现在的价格是3块8毛8一斤 这两天又涨了一点 大概是6到8个鸡蛋 具体个数看个头大小 不一定的 茶叶的话我们这里生产毛间 也就是绿茶 价格从200块到五六百一斤不等 我现在偶尔还喝点茶叶 别看价格很贵 但是因为它质量轻都是晒干的 一斤茶叶你如果没有茶饮的话 估计两年都喝不完 喝茶也有时间 你每天上班下班 干什么都急忙急促的 估计你三年都喝不完 所以卤鸡蛋用到的茶叶成本是很少的 一大锅鸡蛋 茶叶成本了不起快二八毛的 如果用的是旧茶叶 那就更便宜了 那么成品出来 就是市面上一个成品的茶叶蛋多少钱呢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现在很少去别的地方 反正我们这里小县城有的是 还卖一块五一个 但是大部分跟市里一样都是两块钱一个 我们就算了两块钱一个吧 我们这里是小城市 平均工资在两千五到三千块钱左右 就算三千吧 那么算下来一个月上二十六天班 因为我们这里工作几乎都是单修 按照一天八个小时的工作制度算的话 平均下来工作一个小时能买到七个茶叶蛋 如果算上加班的话 差不多也就买五点几个茶叶蛋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贵吗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自己的工资 看看自己工作一个小时能买到几个茶叶蛋 应该都吃得起吧 所以我觉得不存在 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这个事 主要是看你喜不喜欢吃 舍不舍得吃 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很少是在外边吃茶叶蛋 一个是味道我觉得太咸了 还有就是我更喜欢吃煎鸡蛋一些 外边煎鸡蛋也是两块钱一个 特别是那种煎得半生不熟的 我最喜欢了 我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 实习嘛 一个月工资是1800块钱 单休八个小时 那时候茶叶蛋还没有现在这么贵 那时候是一块五一个 所以我当时工作一个小时 也就挣五点七个茶叶蛋 那个时候我是真不舍得吃 煎鸡蛋都不舍得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打工的时候 几乎都是自己做饭 在家自己烧火做饭 一块五给我买一颗大 一颗大白菜了 给我买一斤土豆了 所以一个是我 一个是不喜欢吃 二个是对比下来不划算 偶尔也会去外边吃个粉吃个面 但是我很少加鸡蛋 加香肠加豆干也很少 几乎都几乎不加东西 我觉得出去吃饭 就是过个嘴瘾 没必要 主要还是回家吃 当然这是我自己 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也许别人每顿饭都要加个茶叶蛋 还要加两个呢 有可能 我身边就很多那种 一个月月薪三千 恨不得花五千的人 正经过日子的话 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会天天吃茶叶蛋 好了 这个是茶叶蛋 下面我们再说说榨菜的事 这也是我今天听说的一个全新的版本 台湾人也说我们吃不起榨菜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呢 榨菜也就是咸菜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过去最底层的老百姓的食物 你们看它的味道就知道了 厚咸厚咸的 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为什么这么咸呢 就是为了让你下饭吃 干体力活的人 饭量大 太废菜 那么一勺辣椒 一勺一叠咸菜 可以节省很多成本 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在学校里不喜欢吃食堂 因为食堂是垄断的 又贵又难吃 所以我们买那个白馒兔 旧的榨菜吃 你别说还真挺好吃的 我记得当时吃的最多的就是福林榨菜 这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榨菜品牌 五毛钱一袋的海带丝和卢布丝 还有榨菜丝 一袋供你吃两个馒兔 真的很不错 所以在我印象里 榨菜一直很便宜 哪怕在我最穷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说是吃不及榨菜 直到前两年 那时候在深圳 当时日子已经好过太多了 有一回下班 我突发奇想 要不买点榨菜 就买白馒兔吃吧 人有时候就是饭贱 我觉得当时我拿了两袋海带丝 两袋榨菜丝 一结账十几块钱 回去了路上 我有点懵 这榨菜怎么这么贵了 回去吃了一下 确实好吃 味道改良了很多 不光是咸了 还很香 但是吃完我觉得很不划算 我还不如在隔壁 卤菜店买点凉拌菜呢 是吧 一斤凉拌菜才八块钱 什么素菜都有 混合的那种 这四包榨菜都十几块钱了 也太污位了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不敢瞧不起榨菜了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去超市买榨菜吃 我现在吃榨菜 都是去老乡那里买那种一整颗的榨菜 混了自己切成丝 那个很便宜 比超市便宜多了 但是即便如此 也不能说中国人吃不几榨菜 瞧不起谁呢 是吧 我们要吃的话 一样我鱼吃都吃得起 我们中国人都是很贵过日子的 就像我 是吧 我不是吃不起 我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谁没事天天吃茶一袋吃榨菜 就是再喜欢吃 也不能这样吃 我们平时都是四菜一趟 这个我这么一夸张 所以他们的老百姓 你们不要被名嘴摸骗了 这个世界上 哪里都有穷人和富人 很多东西不是说吃不起 而是要看它有没有性价比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吧 拜拜